1948年11月6日,解放战争三大战略决战之一的淮海战役正式开始,1949年1月10日,淮海战役结束。 解放军在淮海战役中,俘虏320355人,毕伤171151人,还有35093人投诚,28500人起义,共歼灭国民党军徐州矫总指挥下的555099人,取得了全面战略胜利。 不过有人会感到奇怪,一般提到淮海战役,都说是60万解放军,对阵80万国民党军,所以毛主席才戏称淮海战役是家生犯。 既然如此,为什么解放军在淮海战役中,只揭灭了国民党军55万多,还有25万左右的国民党军去哪了呢? 首先,淮海战场上所谓的80万国民党军,是根据部队分号和满园编制的情况计算出来的,但是由于体制缺陷和贪污腐败严重,当时国民党军各部队,都存在严重的虚报兵额问题。 根据有些学者的推测,淮海战场上的国民党军,可能只有60万到70万左右,其次,淮海战场上所谓的80万国民党军,包括当时驻守在战场南线与蹦步的国民党军李延年,刘汝铭两个兵团大约10万左右的部队,但在整个淮海战役期间,李延年和刘汝铭两个兵团,遵循有军有难,不动如山的国民党传统, 看着有军被解放军包围歼灭,当时素玉大将在南线部署了几个纵队防御李延年和刘汝铭,导致后来哈叶用于追击杜汝铭的机动兵力出现不足,但没想到在杜汝铭三十几万大军掏出徐州的时候,李延年和刘汝铭,也继续向南归缩,从而让哈叶原来部署在南线的部队,调过来堵截杜汝铭,不过也正是因为有军有难,不动如山, 李延年和刘汝铭两个兵团的部队没有真正参加淮海战役的战斗,自然也就没有被解放军在淮海战场上揭灭,这是八十万国民党军在淮海战役中,被揭灭了55万多的主要原因之一。 字幕志愿者 杜汝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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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